2年1度的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除了有依照國際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以及達弗林匹克運動會 也就是俗稱帕拉奧和天真奧運 相關規範所舉行的各項競技賽事之外 也會舉辦以聯誼性質鼓勵運動參賽為主的 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項目 111年由台中舉辦的全國身障運 便有特奧羽球 特奧保齡球 特奧滾球 特奧輪邪競速 以及特奧籃球 一共5項特殊奧運賽事 其中特奧籃球可是首度舉辦 就吸引大量選手共享勝舉 男籍組更有14個縣市組隊參加 女籍組也有5個縣市參賽 而和身障運以參賽者的障礙程度 來區分等級不同 特奧籃球在正式決賽開打前一天 會舉行能力評估賽事活動 盡可能增加比賽刺激性 以及每位選手得獎的可能性 能力評估第一個就是他的運動能力 他的籃球的技巧能力 還有團隊的默契 還有就是我們也會避免運動選手 沒有表現出真實的一面 我們也會請能力評估人員去告訴教練要 先發全員一定要派最優秀的選手 然後再不管你是正式選手或是候補選手 全部的選手一定都要上場比賽 然後以整體的戰力去做能力評估 我們評估的重點就是符合我們的國際特奧會的精神 讓能力相當的特奧運動員 他們可以一起比賽 然後增加比賽的可看性跟競爭性 所以我們會把能力相當的分在同一組 為了讓比賽能夠順利進行 特奧籃球裁判必須先經過一定的培訓 並且考取專門的特奧籃球資格 同時在吹判尺度和規則提醒上也得格外留心 我們在吹判上我們盡量都用很大量的口語提醒 提醒他們應該要注意什麼 或者是說例如說有一些迴線啊 然後或者是不能在免責區裡面 做干擾防守的動作啊之類的 我們就是盡量都用很大量的口語去提醒 在賽前的時候我們其實都跟教練 有做還蠻多的溝通 就是說我們在一個吹判尺度上 會怎麼樣去做出力 那裁判的部分我們也是做很多的溝通 就是說這些選手他們一定會 多多少少對一些動作的理解上 可能不會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一定要 如果他真的不清楚的話 我們一定要停下來 就是一直提醒他 跟一直做溝通 然後用一些比較明確的指導語 告訴他說我們要怎麼進行這個比賽這樣子 除了裁判必須特別注意之外 大會也必須仰賴更多受過專業訓練的熱心志工 從旁協助來讓賽事順利舉辦 讓每一位參賽者都能小說在其中 也能透過運動的過程來增進日常生活發展 不管說籃球還是其他的特奧的項目 那其實我會鼓勵他們就是 從事這些運動項目是因為第一個 可以就是幫自己身體機能 就是變得更好 因為他們其實很多生臟孩子 他們身體的機能不是很好 那他們就有運動提升自己的體能 那再來的話 這個部分對於他們學習跟未來工作 就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體能好的話 他就可以有更好的體力去面對一些他的挑戰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建立起他們的一些團隊合作 跟人之間的信任一起自信心 籃球他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切桌 去認識很多好朋友 因為平常都是學校的學生嘛 那我們就是認識學校的學生們 那我們可以利用外面的大人啊 小孩啊來一起去切桌 一起去認識朋友的經驗 透過參與特奧籃球的訓練以及比賽 這些特奧運動員不僅能夠享受 運動競技的過程 也有了更多和他人交流的機會 更能藉由這個舞台好好展現自我 獲得一定的自信 而這也正是特殊奧運 所強調的精神宗旨